7点22分早安气象时间 又是一周的新开始咯 天气的部分 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轮 大家都很关心 今天可能会生成的台美台风 会对台湾造成影响吗 未来一周就是要来关注 这个台美台风了 其实它目前还只是一个热带低压而已 它就在我们菲律宾的东方 其实在周末的时候 北台湾的观众应该很有感觉 有明显降温了 因为有东北激风影响 而且又有封面掠过了北部海面 所以才会造成在北台湾 都有一些向雨的情况 而未来就是来看这个TD24 台美台风了 预计最快它会在今天下午 生成台风台美 也就是今年第20号的台风 但可以看到它很有可能 会从哪里走呢 其实有可能会从南海 或者是东部海面 甚至是巴士海峡 都是蛮有可能它走的几率的 所以可以看到红色框框 都是它未来可能会走的路径 其实各国对它的路径预测 从周三之后分歧是非常的大 日本预计它说 可能到我们东部海面就会来瓦解 但是可以看到欧洲还有加拿大 都是在我们台湾的西南方来打转 最主要原因就是秋台真的还蛮难预测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呢 大家还记得山陀尔台风就在我们台湾的南部海面 就在那边滞留非常久 最主要就是因为有太平洋高压 再加上北方高压 甚至如果又有封面来搅局的话 它就会被夹在中间 而且进入一个安行场 所以才会造成像山陀尔的时候 它就在那边滞留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如果海美台风在预计 今天的下午来生成的话 其实未来尤其在周三之后 要请大家都要特别留意 它未来的动向了 因为秋台就很有可能跟东北季风 来带来比较强劲的雨势 而且可以看到其实今天 虽然东北季风是稍稍的减弱了 北台湾雨势会来缩小 而且雨区也慢慢的减小了 但是到了周二之后 可以看到定量降雨图 尤其周二又有东北季风 要来影响台湾了 所以可以看到像是 基隆北海还有宜兰地区 雨势都会来慢慢扩大 尤其周二之后 北台湾温度也会下降 桃圆以北还有宜花都会有雨 而且像是在迎风面 是不排除会有豪大雨的可能 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而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 更可以看到雨趋势几乎东半部 尤其半个台湾 北台湾红色区块 就是雨是可能会下比较多的地方 因为东北季风还有台风的外围环流 都会逐渐的来影响 但是它走的路径就会影响 这个雨区到底会多大 雨会下得多惊人的 所以要提醒大家 未来几天呢 东北季风虽然今天是稍稍减弱 但是到了周二之后 东北季风又要来增强了 所以北部跟东半部的天气变化 是比较大一点点的 而也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沿海的风还有浪呢 都有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尤其浪高可能来到三米左右 而接下来呢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准台风 台美第20号就在今天下午 应该就会来生成轻度台风了 但是呢 因为秋台它的路径 还有预报呢 都要非常的关注 提醒大家在下半周的时候呢 要特别留意最新的气象预报了 以上是J姐的强资讯